金融市議會今天開議 不過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有議員把香爐等用品擺在桌上 要求今天進行媽祖祈福儀式 這是因為金融市長謝國良上任後 每週開市政會議前都會邀請牧師來禱告 被民進黨批評政教合一 並侵犯到個人信仰 因此民進黨金融市議員張之豪 今天就提出臨時動議 建議開議前大家先拜一下媽祖 不過卻被議長認為程序不符而作罷 帶來聽一段訪問 每一週的市政會議開會的之前 市長都會先進行宗教儀式 在宗教分離的國家 這樣子是不夠尊重我們的公部門裡面的 宗教中立的原則 假如我們有這個宗教信仰 我們就一起倒 沒有的話 大家就是各自辦各自的事情 所以這個過程中都很平睡 宗教信仰問題意外成為議會討論焦點 謝國良也趕緊澄清 因為他當選那一刻有跪屑上帝 因此才會邀請牧師來禱告 希望市政順利 但他強調絕對沒有要求大家都要參與 議員可能誤會了 特別是從未來的